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虎炮聂奇 在这集镜头前看到我这位嘉宾,大家应该认识他 就是Yellow,Yellow很感谢你今天能够上来我这里接受访问 我记得在你旧公司第一个上来是霍哥,第二个是Lobato 我就很想要找一个女孩上来,亦都幸运今天能够邀请你上来 因为你也是我在过往看的片里,亦都很欣赏你的 因为我看到你的反应是很自然的,给我的感觉是 你不单止自然,你是不会给一个框框关注你自己 因为有很多女孩,可能现在是互联网的关系 粗口是很避忌的,但坦白说,亦都在影片里面很少 不是说粗口叫做突破,但它是给你留到一种自然的 你不会令到他一个很真实这一代的 你想怎样,不知你就说,你又不会令到他那件事 令到你弄到你很便宜,但你又会很自然的反应 尤其是豪迪给你的反应,你会觉得 你不是吧?现在给我的感觉是很接近的 但我今天能够邀请到你上来的时候 其实对我来说,除了一种开心,看到你能够邀请到你 同样地,其实我希望在这次里面,问到我一些 我个人对你一种很主观的角度 亦都希望你今天能够可以 看看我对你的看法是不是很一致 来吧,看看吧 但譬如说,我根据看以前 我知道你本身是一个,都是澳门成长 本身你家里有你自己的一个生意 但你那时候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 但你说你读书的时候已经有一种很强的表演欲 其实这种表演,你很想被人见到 你很想被人看着你那种感觉 从你几岁开始,你忽然就有一种 很想做一种闪光点的感觉 我觉得是从我开始喜欢很浩等 或者让人看到你,尤其哪怕读书 你会觉得,我很想做一些东西 有人会看到我,又会看到我 可能因为学琴,有时候有人叫你表演 我第一样学的,就是关于表演艺术的东西 就是小时候弹琴 小时候,然后有小学,中学的时候 就开始有drama 然后那时候又很流行看韩国组合的那些 然后又有一些歌舞,然后就学习跳舞 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演迷起呢 都是纯粹玩玩一下,但平时个人都是dramatical的 所有东西都是你喜欢的,学琴不是别人逼你 不是,不是,学琴是我妈叫我去学的 我可以的 这一刻就是别人叫你学,然后往后的兴趣 全部都是你喜欢的 是的,往后我继续坚持这件事 或者去探索新兴趣,是我自己主动的 如果这样的话,你都叫做一个能够可以 你也是这么好动 那你是,其实你近女孩多一点 还是近男孩多一点 即是叫男人头 男孩我是 你即是叫偏向男人头多一点 是的 就是我小时候玩的,就是跟我哥玩 然后就算在街上,因为我小时候家开饼铺 所以我爸爸做事的时候 就要在街上跟小孩子玩 都是跟男孩爬进一些地盘 那些没人的地盘玩 所以变成是粗劳一点 我那时候也很… 很冷 如果你跟一般女孩唯一的分别都是男人 其实这件事又不是很奇怪的 有很多女孩都会是这样的 譬如说我觉得一班人读书里面 仅有几个会是这样的 会近男孩多一点 男孩又不会当她是女孩 但我是读女校的 我小学和中学都是读女校 即是你近男孩玩 就是因为可能是你住处的朋友 是的 如果在女校里面你算是… 就是男孩头一点的 都是男孩头一点 如果你这样会不会算是一群女生里面 你也算是有一个领头羊的感觉 找一群女生里面 找代表就找去吧 那种不会的 因为她觉得我很不可靠 如果这样的话 你是累积上去 如果听你所说 譬如你学琴跳舞等等 你所有的兴趣都是累积上去的兴趣 而你有一种很强 因为我听到你说中学 已经觉得我很想做表演 或者想做什么 而这种表演 说真的有很多人 就算去到中学也不想上台 不喜欢上台的 你给我也不喜欢上台的 我是… 因为我是班长的 才是老师逼我上台 我听到很真的 但你是说不抗拒的 我觉得这个我想起 可能是我们学校的文化 就是我们中学的时候 小学中学的时候 有很多表演 可能在圣诞节 每一班要出一个表演 然后我们经常想这些东西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参与了很多负责想 就是如果搞一个声音比赛 然后我就是负责 编排全班要做什么 是… 我觉得是… 学校也给了很大的空间 我去成长成为这样的东西 譬如你去到阶段 去到中学了 那你中学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因为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每个去到那个阶段 年纪的人都要想 我继续学业 还是我可能要找一样 兴趣要学 要想想我将来做什么 还是有些可能觉得 我没办法了 可能我家境上 令我要提早出来做事 而你当时去到中学阶段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当时你想做什么 其实毕业之后 有大概想做的工作 有想读的科目 但又不是很读得书 我小时候 我高中是读理科的 然后很想做那些 教别人怎么种 那些很大的南瓜 那些 那些科学家 如果你要问我是一个 专业的梦想 就是这样 如果这样你的 求知欲 或者对 对这些新奇事物 你会觉得很有兴趣 可能因为这样 但其实 我都不是真的那么努力 要去做那件事 但我觉得如果你问我 就想做这种 类型的研发 即是你知道怎么 譬如你知道 这个穿梭机怎么制造出来 但你又没有兴趣制造穿梭机 不就是我的人的努力 匹配不到 我要去做这个科学家 即是我的数学很差 所以你自己 如果这样 即是你是思考 你的思考本身有个思考性 即是你对每一件事 你都会去想一下 为何旧东西会是这样的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 我觉得是那个好奇心 即是我喜欢一些很有趣的东西 即我不会觉得 可能我不会觉得 读ECON很有趣的 但我会觉得 有这么大的南瓜很有趣的 但你那时候也会想 大家都可能围买 譬如中四 你一定要面对一件事 我都要选择科目还什么 你都会想一下 究竟我将来想做什么 就算不理了 或者我随便选择了一科 读了之后 再想想 几年后读完书 再想想做什么 会不会跟一般年轻人 一样都觉得 未想到这么软架我 是 都会是这样的 就是不会觉得 因为有些同学 可能已经觉得 我要做医生 我要读一个工程师 那我就不是那些 我真的以兴趣为主 那你畢业后 美娜算不算她第一份工作呢 美娜甚至未毕业之前 已经有工作 但不当是一份工作 要隔绝好 大学的时候也不觉得是一份工作 即是你开始加入美娜的时候 也是一个兼职的形式 或者是玩玩玩玩 不要紧 那时候不是真的聘请人 怎样的 真的正好玩就一起拍片 即是一群朋友 出来玩玩那种 所以没有当是一份工作 所以 我毕业时 我有想过要出去读书 但那时候又有想过 如果出去读书 就真的要读书 不能玩我现在喜欢的东西 然后我家人又没有 又觉得你也可以留在澳门 那你就继续留在澳门 是 其实如果听你所说 其实你入美娜 不如是一个啟机 就觉得不要紧 一群人开心心做一件事 我又不抗拒这件事 那就去做 如果听你所说 其实当时你去拍片的时候 其实你对自己也会有一种感觉 用一种尝试的心态 去做这件事 但又不会对他有什么 什么很大的理想 或者那样东西是否这样 就是纯粹喜欢做那件事 就算学琴也好 都没有觉得 我要成为一个演奏家 可能就是享受你弹琴的时候 或者可能有人看你弹琴 欣赏你弹琴 你很开心 是 譬如你开头里面拍片 没有那么快 没有那么快 开始就是组合性 拍一些很短的片 但是到后期 你在美娜里面 譬如说你和 最耳熟能长的组合 就是你和豪迪 在你过往访问里面问过 你和豪迪之间那种感觉是怎样 反而我觉得 那个不再描述了 反而我有一种好奇的 就是说你两个给我的感觉 在每一段影片里面 那种挥洒至于 是有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一种 好像成长的过程 就是说先说 你两个本身的默契 我发觉你两个的反应 是很自然的 是自然到就是说 你开头一剧本一起 就开始进入 进入了之后 就他抛个反应弹给你 你就马上回给他 而他 你两个已经是 连个节奏 是已经流露了自然 是你两个是不会有一个 跨位 你不会要抛个球 我会想想怎样摺帽 这件事 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但是也都形成了 这种组合不成功的话 就不会做到这么长 但是当你做一场的时候 也都显生了一种 疑患似真的感觉 而这种感觉里面 其实我又想觉得 你怎样拿捏这一件事 你要分得清 在演戏和不在演戏 但是你和一个演员 不要算好一点 你都一定要和他有交流和感觉 你没有交流感觉 是做不到这种反应的 其实如果很小的位置里面 你会怎样 没有一个时间我们会觉得 我跟你很有默契 这可能是别人看完之后 别人对我们的判断 但是反而我有时回想起 因为很长时间 我知道大家都喜欢这一批 但是 我是不知道个中原因是什么 但是我只知道 我和他演戏很舒服 后来我现在回想起 觉得可能是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做得久 所以我们是熟悉大家 然后可能我们私底下会聊天 我们聊天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这个人 是跟你有一个同样的 价值观同样的追求 所以可能 所以放在演戏的时候 你会做事 你就知道 你对这个人有安全感 因为譬如今天 我们想做这件事的时候 这个人的追求跟你一样 跟你一样 然后你又跟他熟 他知道你在想什么 然后最后我觉得是 还有我们会 我觉得 因为他有这个舒服的状态 所以我们每次 同一堆对白 即有什么对白 我们都可以 真诚地 听别人的说话 我觉得这个是演戏很重要 就是 你说的那样东西 你告诉那样东西 或者那天我听你说的那样东西 那如果有时你遇到一些 你没那么喜欢 没那么放心的对手的话 其实可能你就会自己有一层隔膜 因为我看到譬如说 女嘉惟最后那几条片 有一条是 豪迪屋公司 来了一个新同事 那个新同事 然后就很戏劇 就上了他家 是不是好像那个Docodrama 即那些Documentary 是的 同事只是礼貌 这条片给我的感觉就是 你不需要再和他说很多东西 你正如说 豪迪和他在演戏 和女主角 不是女主角 即是和对手 和新同事在演戏 那时候 你的互动反应就是 已经去到 就是说 好啊 那我先和你先看电影 和你先吃饭 不要紧了 有什么新同事 那样说 是礼貌 就是礼貌 就是 以后期每一个表情 那一套反应是很少对白的 但你两个都是在互动 想即时过数 用转数快 就更加方便了 感激各位支持 有没有不明白 可以打给我们D100 网台转线 电话 2297 1825 2297 182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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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